欢迎收看台湾真盛美 我是曹乃琪 台湾人无论做生意或者是研发脑筋 其实都动得相当的快 也让台湾的发明实力在国际再有一席之际 今天我们节目就要带你来看看一些 扬明国际的神奇发明 需要来看到的是这群很有创意的年轻人 他们是亚东技术学院的师生 也是国际大赛的常胜军 他们研发出十秒钟就可以折叠的板斗桌椅组 前景后仰都不怕翻倒 这种人提供学办工艺 还有让您蹲马桶 蹲再久也不累的省力装置 一起来看看 同学作业便当拿出来 开会吃饭没桌子没关系 只要搬出这张火红色的折叠桌 短短不到十秒钟 一摊开来立刻变成围炉的板斗大圆桌 有趣的还有这个看出来了吗 从圆桌夹层中再抽出板子 打开骨架再把板子给盖上去 也是短短的五秒钟 一张小板凳就完成了 有关2012年的设计趋势呢 我们凡事要讲求迅速 确实实际 上课了 我的便当啦 打开收纳统统统十秒钟搞定 颠覆传统笨重的板斗圆桌 体积大移动的时候又危险的缺点 这创意的折叠半桌 富有滑轮可以轻松移动 强到一个人就可以组装完成 这桌上四张扇形桌垫 看似简单可是有妙用的哦 我们其实里面有一个装菜的便当盒 可以把菜直接带进去 然后这样子就像很像 就是吃喜酒一般把西冰礼盒 带走这样子的感觉而已 让打包菜有的提带 也能变成炒有质感的礼品盒 还有折叠半桌组合 这些创意的idea是来自亚东技术学院的师生团队 连续两年参展大放异彩 在台北国际发明展和设计界最大盛事 新一代设计展中获得特别奖 他们最新发明的项量是人体工学办公椅 推出短短三年 就已经在纽伦堡 法国巴黎和台北国际发明展穿金镀影 让外国人也眼睛为之一亮 有时候其实做电脑椅的时候 可能会放一些东西 那会造成重心更加不稳定 那真的有一次发生到 就是说做电脑椅 然后就是本来是往后靠 然后整个往后翻倒的那个情况 就是因为曾经发生小意外 所以特别感同身受 为了要解决传统电脑椅容易重心不稳 而且坐久容易腰酸背痛的缺点 同学们运用可以调整重心的基座支撑 让椅背可以依照需求 随心所欲调整角度 最特别的是椅子在后仰时 会随着人体的姿势 然后调整它里面的高度和角度 然后后轮更能向后移动 让它重心永远保持在中间 中央 让人体做起来更有安全感 另外设计团队还把脑筋 动到大家常用到的敦式马桶上 更夸张的是样柄成本不到一百块钱 现在已经有民间加油站陆续接洽 而且已经开始使用了 我们是一个以平面的姿势蹲在地上 那这样子的话会造成脚步这边 会久时间会痠痛 那在这个设计上面就加上一块三角形的这个新的设计 那这样子的话 让脚步支撑在这上面的时候 就会把重心移到成为直线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脚步就可以持久地使用这个马桶 三角造型的特殊设计能帮助重心保持中央 所以在蹲马桶的时候就能减轻双脚负担 可移动式的设计让穿高跟鞋的女生 在不需三角踏板时 也只要往旁边一踢就可以移除 师生们的脑力激荡 几年下来亚东技术学院设计出来的作品 也都陆续进入量产阶段 预计会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商机 但您能想象吗 设计团队就靠着这一张薄薄的皮皮塑胶板 合作伙伴的名单里头 又多了国内知名的LED大厂 好 大家猜这是什么 它不是一张纸 它也不是一个剪纸 它根本不是一个纸 请给我30秒 就完成了 它变成一个夹饰瓶 然后我们可以放在家里当一个装饰 或是需要的空间当装饰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灯罩 就这样轻轻扣上去就好了 就像做纸灯笼一样简单 两个小洞环环相扣 其实不到10秒钟就可以完成 一张塑胶板结合台湾凤蝶 梅花还有龙藤图样的文化印象 让空间气氛可以随节气或心情变换 这样的设计更获得 2011年台湾文创精品奖的肯定 平常一般外面就是我们看到的 有设计感的灯饰 它的价位可能要高一点 那我们的价位是平易景的 而且因为我们材质用的比较简易的 而且是环保材质 那我们平常就是坏掉的时候可以回收 清洁的部分可以就是用擦搜清洗 就完成清洁的动作 以解决生活困扰为设计出发点 让创意发明更别具意义 让人见识到年轻学子们 惊人的软实力